这位是 归晓 我女朋友 你好 嫂子好 我是孙昊 陆队 你怎么不早说啊 早说我就给你弄一个 秦蕊花花套了 你这儿还有这个 度假的嘛 秦蕊套房当然得用了 你说你来这儿干嘛多呢 忍忍 明天早上日出特别美 相信我 我来 我来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冬天不是旺季 住的人少 就这一片 夏天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我们就照着蒙古包的样子 建了个多家村 谢谢 嫂子 其实我不是陆队他们对上的 我不够格 他们对上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不过陆队教我们拆弹 算什么师傅 你知道 我第一次见陆队什么感觉吗 太拽了 我第一次见他 往那儿一站 第一句话就是 特警是没那么好当的 第一天就吓唬了 说拆弹没有绝对的专家 就是投往枯腰带上一 这不 去年刚跟他交流的 国外那个拆弹专家 刚才战区被炸死 我第一次学的时候 特别小心行身 以为自己行了 咔嚓那么一简 后面就被他来了一下 你知道陆队说什么吗 什么 说你被炸死 陆队走之前 好了 不说过去 过去怎么能不说呢 那全是你的英勇事迹 嫂子 陆队这儿 掩护下被人的时候 撞过弹 好好好 嫂子早该见过 陆队 从这边拐过去第三个 我还要帮我们算账 陆队 马全在这儿了 你要想起的话自己挑 我就先回去了 过去 都是暗内 她们睡得这么早啊 不早了 已经十一点了 这里边几张啥 想和你看日处定个瞬间 闭上眼偷偷许下了心愿 你背影沿着长路的遥远 变成我荒芜梦境的真切 心动是少年温柔的眉眼 随着腰的再靠近一点 你是我青春羡慕的流言 你是我渺小心交代一切 我偶尔像光红会吹向血远 你的光去伤 所有恨思念 我敢认为你牵动所有思念 所有的梦都为你赴约 带上成长 你不是排报吗 排报是专业方向 特性最本质的工作 是维护国家的安定 盗战强战炸弹我都遇到过 之前你都没说过 有什么好说的 我第一天进去 老队长就告诉我 有些话 能不告诉家属 最后不要说 除了担心 没好处 你不认识我